2023年日本福岗游泳市井赛开始了,跳水队已经出征,全红蝉和陈玉希领衔,毫无疑问,跳水队基本上会包揽13枚金牌,这是绝对实力的体现,对手最多争夺第二名。 最大的悬念就是,女子十米台担任项目冠军属于全红蝉还是陈玉希,他们的竞争很激烈,在赛场上除了是队友,也是最大的对手,但这是良性竞争,会督促两位世界冠军变得更好。 7月14日,2023年福岗游泳市井赛正式截胎战目。中国跳水队或开门红,李亚杰和林山在女子一米版发挥出色,以291.25分和283.35分排在所有参赛选手前两名。 全红蝉10日抵达福岗日夜操练,加紧备战。按照赛程,7月16日,他将联手陈玉希在一天内完成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预赛和决赛。 7月18日,参加女子担任十米台预赛和半局赛。7月19日,与陈玉希争夺女子担任十米台冠军归属。 日本是全红蝉的福地,两年前的东京奥运会,他一战成名天下制。 本次世锦赛。忠心期待红姐强势夺冠,早日实现大满贯的梦想。根据赛程安排,在7月16日,两人将在一天内完成女子双人十米台的预赛和决赛。 在18日,两人将出战女单十米台的预赛和半决赛,决赛将于19日上演。 在双人项目中,联手出战的两人已经多次以断层式的比分优势领先夺冠。 不出意外,这也将是中国队最稳的一块金台。 而在担任项目上,金台的争夺也极有可能再一次变成陈玉希和全红蝉的内部竞争。 展望即将到来的比赛,陈玉希表示,有竞争才会有提升,因为有不断的竞争,我也在不断勉励自己,加强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和技术。 正如陈玉希所说,跳水首先就是自己跟自己比,希望自己能比自己跳得更加好,更加有进步。 陈玉希全红蝉训练备战好欢乐。 在国际赛场的跳水女子十米台,中国梦之队拥有碾压性的优势, 如今担任比赛基本演变成了全红蝉和陈玉希两个人的较量,陈玉希对于竞争看得很透彻。 陈玉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有竞争才会有提升,因为有不断的竞争,我也在不断勉励自己,加强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和技术。 跳水首先就是自己跟自己比,希望自己能比自己跳得更加好,更加有进步。 在跳水梦之队队内,大家也都是以这样的心态不断努力进步。 来到福岡市井赛,队伍上下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,包揽金牌,再次捍卫梦之队的荣誉。